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学回家 然后躺下闭眼睡觉前 然后就是这样完整的一天 你记录一下你有看到多少个logo 那么我可以简单的举个例子 比如说当你睁开眼睛 第一刻你可能是去拿手机 或者说是去看闹钟有几点 那么你像手机上面呀闹钟上面呀 它一般都会有这个logo 那我们看了手机闹钟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要去这个洗漱 那洗漱的话呢 我们会用一些洗漱用品 比如说洗面奶 牙膏 然后还有这个洗发液 等等这些比较常规的 那每一个呢 它上面都有这个logo 对吧 那么当你洗好漱之后呢 你要去用化妆品 那化妆品的话呢 其实它也是每一瓶上面都带有logo 那我们洗好漱 梳好妆之后呢 接下来要换衣服 对吧 衣服的话呢 它也是有品牌的 那它上面也是同样的有logo 那也就是说 当你早上还没有出门 只是醒来在家的这一段时间呢 你就看到了很多个logo 那可想而知 logo它的一个重要性啊 它存在的一个重要性 好 然后我们来看 那商业标识呢 是塑造企业形象 参与市场竞争的有力武器 是能产生信誉 并能凝结着经经营者 辛勤劳动和智慧的无形财产 那我们通常呢 就称它为logo 它起到对辉标 拥有公司的识别和推广的作用 那你说众多产品 或者说是我们的同类型的产品 它有很多 那怎么区分呢 其实就是通过其中一个呢 就是通过我们的品牌的一个标识 品牌的一个logo啊 去做一个区分的 通过形象的徽标呢 可以让消费者记住公司主体和品牌文化 那第一个呢 是iPhone 苹果的一个logo啊 然后第二个呢 是华为的一个logo 对吧 那手机有那么多啊 它的种类很多 那一排手机放到那里 你怎么去区分它们 其实我们更多的就是用它的一个logo啊 来区分它们的 好 然后下面呢 这个是KFC 还有这个奔驰 好 你在设计logo的时候呢 要异于记忆 异于识别 第二个呢 就是传达清晰一致的企业形象 那logo设计呢 它肯定是具有一定的内涵的 或者说是它能够传达给你一些讯息 对吧 然后这个呢 是要传达清晰一致的企业形象 第三个呢 是在这个法律上要受保护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商标都要注册 它是有商标注册法的 它呢 是受到保护的 你既不可以抄袭别人 别人也不可以抄袭你啊 这是互相的在法律上 然后第四个呢 是具有持久的价值 就是说我们的logo一设计 并不是说用个一年两年 对吧 一般呢 它会用几十年啊 都不带改版一次的 或者说是轻微的一个改版 所以说呢 它是具有持久的一个价值 第五个呢 就是各种媒介都能良好的运作 现在呢 像我们不仅是做一个线下的宣传推广 有门店上面会使用 然后还有一些门店内会使用 那我们还有就是去在更多的媒介去推广它 比如说网站 APP 对吧 然后你像这么多媒介的话呢 它都要适用于我们的这个 就是我们的logo都要适用于这些媒介啊 然后第六个呢 是表现企业的个性具有创新性 对吧 如果logo都千篇于绿的话呢 其实 呃 这个呢 就是对于它的识别也好啊 呃 还有就是对于企业的一个宣传 呃 它呢 其实都是不太 没有力的啊 所以说呢 它就需要我们设计师在去设计的时候呢 要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啊 好 那么logo的一个形态 这里我们将logo呢 大致就分为这三种形态 第一种呢 就是特事的一个图案 第二种呢 是特事的字体 第三种就是图案和字体的一个结合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特事的图案 就是说你看到这些图案之后呢 你就知道它是什么logo啊 就算它没有写它的这个品牌的一个名字 比如说第一个呢 它是星巴克 对吧 第二个呢 它是苹果 那一个对高是什么 就是一个耐克 对吧 一个三叶草是什么 就是一个阿迪达斯 对吧 这些呢 其实很多都是有这个特事的一个图案的啊 就是呃 呃 很多logo 它就是直接用这个图案 作为logo啊 大家就具有一定的识别 呃 那这些都属于表象的符号 独特醒目 图案本身呢 亦被区分 记忆通过隐喻 联想 概括导啊 抽象的绘画表现方法啊 来表示被标识体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下面的特事文字 就是说直接用文字去做这个logo的啊 文字logo 呃 像第一个创其乐 对吧 它底下有一个slogan说 呃 创创 呃创其乐啊 的智能游乐设备啊 有些公司 它是做那个智能游乐设备啊 是这样的一家公司 然后第二个呢 是真卫啊 应该是卖这个长洲小吃的啊 一家logo 那么这些的话呢 它只有特事的文字 对吧 然后第三种的话呢 就是合成啊 一个是图案和文字的一个合成 上面是图案 下面是文字 这是斗鱼的一个logo 好 那么我们再去设计logo的时候 是怎样的一个设计流程 大家在这里了解一下 第一个呢 就要了解品牌的需求啊 品牌定位 主要应用的方向 标准色 及logo表现形式 那品牌定位呢 是什么 以及它主要应用的一个方向啊 这些的话呢 大家要提前做好调研 或者说呢 我们让那个品牌方 要给到这样的一个需求 对吧 还有就是要了解一下 品牌方的一个意愿 是想要的标准色 以及表现形式是怎样的 好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有了这些需求之后啊 再去着手去做 那着手去做 可能大家就只是 先手绘一个草图啊 就是但是手绘草图之前呢 不是说你灵感立马就有 对吧 或者说是你大概的样子 立马就有 那我们肯定是要通过 找寻这个灵感 浏览各种不同的网站 那还有的话呢 就是要进行一部分头脑分曝啊 进行联想等 然后去手绘这个草图 那第三个呢 就是由草图转为电脑设计 称为实量图啊 这个的话呢 就是要用到我们AI这个软件了 将这个草图转为电脑的实量图 第四个呢 就是调整配色质感变形及细节的刻画 那有了logo最后呢 我们要定稿啊 定稿之后呢 要进行部分VI的延伸设计 比如说名片呀 手提袋呀 包装袋等啊 这些设计要做 那力求设计出的logo 信息明确 风格简约 抓人眼球 这是要求大家设计出来logo啊 要具备这样的一个特点 好 然后我们这个logo设计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一个规范啊 第一个呢 就是要使用实量图 刚刚有说了 因为你的logo呢 它没有固定的一个大小 你放在网页上 它其实大小就比较小啊 你放在那个我们的一个 比如说放在门上啊 一个办公区域 那它的大小肯定又不一样啊 那放在一张特别大的一个展板上面 比如说10米乘以5米的一个展板上面 那它使用的logo的大小 肯定相对来说要大一些 那所以说呢 你的logo要使用实量图啊 这样的话你放大缩小呢 它能不失真啊 是这样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不要使用过多的颜色和字体啊 这个呢 是在设计里边一直遵循的一个原则啊 就是颜色不宜太多 字体呢也不用太多啊 要不然呢 它会比较花 第三个呢 就是让logo可读 不管是文字 还是由重要的意义组成的一个图形啊 它具有一定的可读性 大致能让知道 让人们知道它是什么 对吧 文字写的是什么 这个图案是什么啊 第四个呢 要花时间去设计logo 那logo它要用很长时间嘛 所以说呢大家要花时间花精力啊 然后多思考 然后去设计一个logo 第五个呢 就是最好不要使用图片 对吧 大家很少其实见到这个logo上面 直接放这个图片的啊 第六个呢 就是logo设计要考虑各种媒介 这个要考虑进去 第七个呢 就是参考其他logo设计来寻找灵感 这个也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需要注意的 一定要去参考 不能做井底之蛙 对吧 然后这个自己埋头做设计啊 就是设计从来都是埋 不是埋头做出来的 然后第八个的话呢 就是参考别人的反馈意见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么我们这节课呢 就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关于logo设计的一个原则 以及需要注意的一个事项啊 还有就是logo设计的一个重要性 那下节课呢 我们会讲一些设计logo的一个常用手法啊 好 那今天的课程呢 就上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节课见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